根據他的自述,他被上身時,他能夠感覺到鬼魂的情緒 他形容,感覺到他很可憐,是自殺,或者被人殺 他當時離開酒店,與另一位擁有靈異體質的同行同事 提起亂被人... 你有沒有嚇鬆點? 連鎖,連鎖,拿 嘩嘩嘩嘩,好像不是有 大家好,我是AP,現在我就在台北了 今天我們進去打大佬 我非常之討厭這些地展地 我經常都卡著這陸,我還有兩個行李箱,怎麼走 嘩,我們都挺遠的,我們過去再說吧 好了,我們到我們的房間了,差一點就到了尾房了 我們今天是入住這間1223號的尾房 根據我們的傳統,就不會敲門的,直接開門 好漂亮,很有家的感覺 剛才我為何說呢,是大佬的 因為這裡的價錢是很貴的,950元港幣 我會入住一個晚上,這裡是五星級酒店 哇,真是五星的駕布 Anyway,我們先拿回那些機器給我來 好了,我想說,一進來我發現了一個問題 雖然是五星級酒店,但是,嘩,雪櫃 為何一開始已經開了呢 沒有關閉的,沒有關閉的,先拿點水 先拿出來,喝過了凍夜不太好 好了,簡單,room tour的時間來了 這裡是雙人床,還有一些木系的風格 好像現在的傢伙那樣 哇,這座桌挺漂亮的 這個充電器也是非常瀟灑的 哇,這個是電話分機來的 可以按著打去櫃桌 床上有兩棵,好像木頭蛋糕 好像挺好吃的 而我在樓下看到有些烏龍茶被人喝 接著這裡送了兩把黑蒜、奶油、泡米花 哇,米芝蓮餐盤推介 這些小梳化和桌子,直接在家裡都可以買來用 挺漂亮的 接著暫時看,沒有什麼聖經的東西 咦,原來這裡,在這裡 在櫃桶,聖經和一本不知什麼東西 不過沒有打開,沒事 這裡還有床賣的 接著有些毛巾、咖啡杯都可以被人買的 有沒有室內凸骨呢? 沒有的 不過這裡真的是五星,因為有健身室 電視都超級大 這裡有些懷舊風格 有些以前台北的東西介紹給別人聽 是不是還存在呢?台北戲院 應該沒有了才會介紹的,是不是呢? 我也不知道 還有衣櫃呢,衣櫃有什麼呢? 咦,是... 沒有東西的 接著去到大家很重要的廁所 廁所就是非常簡約 不過,哇,這個架挺漂亮的 加在家裡也可以買的 咦,它用這個品牌 我上次在哪裏酒店拿了很多 咦,不是啊 上次是KPP拿回來的 對呀,它住過這裡 不過,它上次就說這裡沒事 挺好住的 之前有一房,拿著回家 其實我今次來台北 都是用的這個 也是來自這間酒店 因為大家知道,我經常都飛來飛去拍攝 都要一些細小的洗頭水 沒有路等等 這樣就比較方便 所以住在這種時候 我們通常都會拿回一點點去備用 日式的廁所 這個酒店是不是日本人開的呢? 因為我想說,連浴缸都是日式的 你看,多漂亮,可以浸溫泉的 還有這些被人搬一下水的 可以放浴缸 哇,挺好,我想浸泡一會兒 另外,出水位就是這樣而已 好房間已經介紹完了 非常之滿意 那我們進入正題 到底這裡有什麼鬼故呢? 那今天的故事就比較完整 終於並不是那些什麼被鬼壓 結果看到那些什麼坐了一張床 然後就結束了 今天的故事比較長一點 但是呢 被鬼壓其實這裡也有的 而且好像不止一單,好多一單 不過這些就沒有什麼完整故事 純粹被鬼壓而已 另外大家可能聽到我現在的聲音 是呀,我還沒康復了 現在還是鬼月的時份 我不知道這段影片出的時候 是不是還是鬼月 我從鬼月頭開始 去到差不多 現在已經過了十四了 但是還是鬼月,還在病 是鼻塞,鼻水渡流,咳嗽 然後有些痰是綠色的 還有,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是否年紀大了 如果我吃東西 一吃熱氣的東西 就立即喉嚨痛 或者沙聲 聽到我沙了 但是以前沒有這些東西 唉,真的年紀大 不能吃這麼多熱氣的東西 Anyway,先講故事 這個故事就是 這個Facebook群組靈熱公社 上面有個馬來西亞網民分享的故事 2019年7月初因為工作原因 而去台北 住在台北西門丁的酒店 話說這裡是中正區 非常之近西門丁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西門丁 劉主又得知 他住在美房的時候 沒有感覺到有什麼異樣 直到同行同事到房間 用鎖匙打開門的時候 咦,等一下 這裡其實剛才我們是用卡的 可能19年的時候是用鎖匙 不知道 劉主突然之間 覺得整個很不舒服 心很亂 並且這隻鬼絕對不友善 證明他是高靈人士應該 然後劉主當下想職念經驅鬼 不過他自稱心太暖 而且身病體弱 即是我現在這樣 鬼魂更容易對劉主造成影響 他表示自己突然之間想大笑 突然之間想崩潰狂哭 精神狀態看起來相當混亂 並指自己連叫觀音的口號都叫不起 我肯定他一定是有看恐怖在線 他又懂得念經 又叫觀音 還感覺到靈體 難道他是黃小姐 Anyway 恨好這個同事 都是基督徒 聽聞此時候 立刻過來討告 留著情緒 才慢慢得到緩和 根據他的自述 他被上身的時候 他能夠感覺到鬼魂的情緒 他形容 感覺到他很可憐 是自殺或者被人殺的 他當時離開酒店 和另一位擁有靈異體質的同行同事 提起這個經歷 但是竟然被告解說 千萬不要相信靈體 他只是看你的心底 單純很好的同理心 才會向你落手 跟著樓主為求尋求真相 繼而邀請該同事 一同前往房間 靈體在床頭的壁畫 沒有壁畫 但是我總之祈禱 趕走他 跟著同事 就說都覺得很滿心 還有被鬼摘 總之他說很昂貴 應該沒有其他事說了 就是這樣 那這間是五星級酒店 現在是晚上時間 乘近十點鐘 不過我想說 嘩啵啵啵聲 是甚麼事 是不是地震 應該不會 因為地震會提醒你的手機 因為我和KBB的機器 都是台北感受到地震 是第一次 一開始的時候 是下午時間 電話就說地震 沒事 即是感覺不到任何東西 第二天早上7點鐘 無端就在那裡響手機 然後說地震 接著我感覺到一張床 左右不停搖 不停搖 老實說 我沒有感覺過地震 第一次 我自己覺得 雖然地震不是好事 但那一刻我起床的感覺 我覺得 上面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掉下來 算了 繼續睡吧 他左右不停搖 床好像變成搖籃 好像舒服 口感受 Lewis 總是個人的所有人感受 其實現在 Aye però現在也不如趁 irr 還未凌晨 正我們不至少煞遠 走我們走走 看看這裏的設施有甚麼 不過我想說這裏 這個While Park Certles Bus 去西門町 去龍山子 早昊 果然是不勝 還有些比貴 warm 나중에住 stranger好酒店 這些多遊戲 都會搜口 夜飯 aga 輪了 等於平日的金錢 所以我們走吧 今次選擇 很多人經常問我AP 你的腳有沒有事 為什麼要隔一隔一下 看看醫生還沒有 痊癒了沒有 無論如何 我現在輕輕說一下 我看了幾百個醫生 都沒有醫生找到病人 暫時來說 可能也未必會痊癒 所以我也是隔一隔一下 因為沒什麼力氣 但我只是不痛的 然後有些師傅說是因為冤親債主 所以我才會這樣 我前幾天在台北看過師傅 他都說是冤親債主的問題 那我都燒了一點點東西給他 不知道會不會一好處 但有些神奇的就是 我在廟裡拍了一張照片 然後打算拍照片 消失了這張照片 不知道為什麼 我很肯定我會拍照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了 好 我們現在看看有什麼地方去 十六樓 十六樓有健身中心 上面有SPA和健身中心 還有這個香料花園 我現在很肯定這間 突然不能開一個酒店 因為說日文的時候 有些人出來已經看到有SPA 有24的SPA 全部都10點和9點 哎呀 剛剛過了1分鐘 那是不是沒有東西拍的 太懂SPA來的 嘩 都挺貴的 不過酒店就差不多了 這裡就是主廚香料花園 那 Gym 呢 喔 Gym 又走上去 嘩 這裡是後樓梯 嘩 挺恐怖的 看看還有沒有開 喔 職員已經在收拾東西了 那我們就走了 那說回那隻腳 嘩 都挺神奇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師傅說 是冤親債主的問題 嘩 可能前幾輩 不知道做了什麼 傷害了他 那他今世找到我 就要我還 可能因為我拍了Youtube 他又見到我 不知道是不是 人生就是這樣 不過anyway 我們之後可能都會燒一下 做一些法事給他 希望他原諒我 因為說真的 我不知道前幾輩是什麼人 但我今世肯定是好人 所以希望他明白我的苦心 說一聲對不起 好 我們嘗試去三樓看看 雖然不知道是什麼來 這個升降機也挺慢 好 到三樓 三樓是那些 宴會廳 嘩 風傳會晚宴 可以走進來了 因為有很多職員在外面 二樓也是宴會廳 應該都是一樣的 好 我們就去一樓大堂 雖然不知道去大堂做什麼 但我們先回大堂 這裡真的有點戰爛 說回以前台北的東西 這裡完全對應酒店房裡的風格 還有我想說 這個泰式奶茶是不是被人拿 這麼好呢 連奶茶也被人拿 這裡好像有很多香港明星住過 Cleanse的簽名 有醬蠻肉 然後有這個 塔果 杜Sir 這應該很受香港人歡迎 因為我見過一個都香港人 一個個都東話 我看到這個叫Prime One 歐巴館 好像很好吃 不過應該沒有機會吃 因為我明天早很早 查看 所以應該聽不到 我們現在先回房間 剛才我在樓下 有很多香港人住 我發現不是很多 是100% 我遇到的每個人都是香港人 甚至剛才樓下 看到一些觀眾 他們都是住在那裡 然後我叫他們小心點 然後他們就說 最後一晚沒事沒事 我們煞時間已經回房間 但是呢 我發現我們斜對面 是員工房 好了 回來了 講起剛才有些香港明星 我都可以分享 一個小小的股市 最近發生 話說最近有很多的內地廣告 找我 其實小弟 並不介意接收人民幣 你如果有 就儘管扔死我 不過奈何 很多公司都扔不到 他們最多扔幾張紙出來 那就搞不定了 因為製片、剪片、拍片都要時間 所以如果沒有什麼預算 是做不到的 但是小弟最近都接到一間公司 非常搞笑 他跟我說 就說 AP 這裡是廣告 你可以來做 你上來拍個影片 在深圳的 是什麼預算多少 他說沒有 沒有預算 我心想沒有預算 沒有預算 他說我們給你一點禮物 請你吃頓飯 我們現場會有很多明星 你就跟明星去拍照互動一下 可以幫到你的頻道 然後我心想 沒有錢 沒有錢 你叫我上來 還要幫你發肥 你是不是傻 Anyway 我就說 不用了 多謝你 我不喜歡同行互動 那就拒絕了 唉 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就是 如果大家有廣告 記得找我 不過一定要有預算 沒有預算 真是很難做 尤其是做過同胞 我知道你們預算無限 所以不要再說什麼沒有預算 好 現在時間上早 好 我就在這裏做個直播先 直播完過後 晚點沖完涼 就進行測試 看看這間房間 會不會有什麼 就是這樣 講講鬼故 吸引一下他們 過來先 我們今晚再見 好了 我們要到凌晨時分 現在已經三點了 讓我跟上一些資料 先 剛剛我直播的期間 很多人說在浴室的位置 看到有個影子 好像上了去天花的位置 暫時我就沒有確定 因為沒有人給我 另外KPP跟我說 其實他之前住在這裏的時候 晚上 電視和廁所燈 整天都會自己關 甚至乎他同時 之前住在這裏的時候 都是一樣 廁所和電視都自己關 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沒有開電視 因為其實我一向不會看電視 再加上開著電視 應該很難睡覺 不過廁所燈我們就開著 我們這邊 就有在拍我們睡覺的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掌握到 色燈 或者有什麼奇怪的事情發生的一刻 我們現在進行測試 Jennyband 有沒有效果鬆一點 嘩 嘩 嘩 聲音很恐怖 嘩 CJenny 真的有我 bed. 3 衹 哇哇哇哇好像沒有啊 鬆一點是不是 有沒有聽到啊 請問你再拿 你再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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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 無管冷到極致 起了雞皮 剛才這個又很恐怖 我好像看錯了 沒事沒事眼花眼花 因為我的大眼凳應該眼花 小心 你現在要自一人 你又要自一人 應該是另外一支差不多了 我們可以看看有沒有火殘在我們房間 應該就是沒有的 今天臨完的影片之前 我們都可以講一下一點點的感受 我發現很多人不太理解我平時的作風 因為很多人會說 為何不撞香 其實因為小弟是科學性靈探 所以很少會撞香 一般都會用科學器材 或者用一些儀器去將人實察 很少會有迷信或師傅等等出現 我盡量走西方路線 靈魂盒子、自助人探索器 這些工具就最好了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沒有撞香 其實都不用叫我撞香 不認同我這個做法不重要 因為大家一定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會接受意見 但是就照樣做 然後另外第二件 我經常看到一些留言 就說 AP 又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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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棒 你知不知道每一次飛出來的行程 我當飛六天 有五天半在拍攝 一是直播 一是剪片 一是工作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旅遊成分 還有你看我來來去去都去台北 泰國、馬來西亞 最遠是日本、韓國這些 因為這些國家便宜一點 還有我需要大量的題材 香港的題材 其實拍酒店是沒有什麼可能的 因為香港的酒店很貴 第二件事 香港大部分地點我都拍了 我想保持多元化的新鮮感 我一定要飛來飛去去拍 最近可能去澳門、大陸都有機會 另外車費、食物等等都很便宜 我想說是便宜於香港生活 每一次拍好旅遊 除了開個成本 其實都可以回到半 而每一次的旅程 基本上都累到爆炸 例如我現在已經凌晨3點 轉頭我就起床要乘飛機走人 所以我每次見到一些人說 有去旅行 如果真的去旅行就好 就是你看我好 我看你好 還有我最近發現到 有很多人在不同的地方留言 都說不看AP AP好悶 我覺得其實不看是沒有問題的 那就不要看了 枉逼你看 不過我想說 連不看AP這個說法 都可以四位不同的地方去說 好像是一個很大的事業 到處宣揚一個成就 我覺得都挺有趣 好像我不聽哪個歌手 我不會到處悶 說我不聽他 都不要聽 那說你做什麼 是存在金 還是什麼原因 不知道 不過anyway 我知道網民是這樣 出道來又是另一個人 變了 最後一句 就是剛剛看到一個留言 有個人留言說 唉 越來越商業化了這頻道 我想簡單地回應一句 你有給錢看過嗎 怎樣商業化 對你是商業化 你有給錢看這個頻道 你現在看的影片是免費的 另外你覺得我是怎樣生存 我如果沒有廣告這個頻道 你覺得我可以營運到多久 你會不會對著電視 逐個逐個廣告 說 咦我正在看劇集的 為何博廣告 這麼厲害的 不會的 所以 這個世界真的太奇怪了 另外有些最最最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 有些人說 自從KBB出現之後 AP就不再好看了 如果你說 有KBB在那裡 我頻道不好看 並不關KBB事 因為這個頻道就是我剪片 我拍片 基本上我處理一切 所以並不是因為有任何出現 而不好看 是我的頻道不好看 就是不簡單 最後都是那句 不好看就不要看 就是 沒有必要逼自己 你又辛苦 市場上有這麼多不同的類型 YouTuber選擇 對不對 不一定要看這些東西 就是這樣 有一點點的東西 分享一下 趁我還存在這個YouTube上 即可能遲些 連YouTube都不拍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以我傳我 說一大堆廢話 簡中可以回應一下 Anyway 我都沒什麼說 今天這個令義Staycation 都探視 沒有事發生 我令人探視 就有一點東西 好了 Anyway 我們準備分了 看看今天有沒有事發生 如果大家喜歡這影片 記得訂閱、Like、Share 追蹤你的Instagram Facebook、Patreon 加上會員 購物精密產品的MerryHat Studio 想看生活化分 不想看我的觀眾 就快點別看了 快點退訂 快點離開 不太辛苦 沒有人逼你看 就是這樣 大家晚安 拜拜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公職 大人 大人 感谢观看